好 最近消息来看到以后到故宫 可要注意穿的是什么鞋 因为最近各大旅行社都接到观光局的公文 就说有民众反应穿拖鞋会影响参观品质 最先状况请记者张艺华来告诉我们 社主国国立故宫国务馆最近有项新的规定 就是禁止游客穿着这个拖鞋入内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是禁止 不只是一般的拖鞋 甚至连女生时下最喜欢穿的夹脚拖 因为会发出声响 所以通通都禁止 我们来听听看故宫官方人员的说法 一个问题是有些拖鞋的制裁会发生比较大的声音 那觉得对参观品质有干扰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采到湿的水 或是怎么样比较容易滑倒 不过这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就是一个柔性的劝导 实际的来到这个故宫博物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批的旅游团 不管是来自大陆或是日本 导游一批一批的带进来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游客 他脚下还是穿着所谓的拖鞋 那我们实际询问一下他们 那么他们是认为说 是不同的国土民情 导游们也认为说 他们因为还没有接到通知 所以还没有强烈的禁止 这个游客不能穿这个拖鞋入内 那么故宫的官方人员说法 是因为目前八月中才受理说 各个旅行社呢 要强烈的禁止民众 穿这个所谓的拖鞋来故宫 所以因此呢 可能要等到九月初吧 才会有真正的去实施 以上就是现场问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播 谢谢大家